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三个很重要的主题 第一个就是我们现在美国最夯而且是最红最棒的一个公司 铁斯拉或者是Tesla 它的产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 那第二个话题要跟大家聊的是卖房子卖房子卖房子 现在大家都在卖房子买房子卖房子 那买卖房子到底有什么变化呢 对那第三个就是说我们要跟大家再次update 现在在加州还有很多不一样州因为疫情提升的关系 在餐厅吃饭的时候什么东西特别要注意呢 是那我们今天要聊聊第一个话题我们知道Tesla 如果观众有常常跟着我们的新闻脚步走 我们很喜欢聊这个Tesla 因为这个加州人还有美国人其实电动车是很有兴趣 对真的我们也不是第一次讲这个公司 那我们知道Tesla最近在这一年的时间 虽然疫情的关系可是它的整个公司 它的股份翻了将近500倍 对然后这个当然这个公司它出产的这个电动车 很受大家欢迎可能环保又省电造型又好看 然后又实现了小时候我们李迈克的梦想 虽然我们有观众回话说他不知道谁是李迈克 因为跟主播是不同年代的 但是我们其实也发现这个创办人很厉害 对Elon Musk他因为这一次整个公司大成长的关系 他现在已经变成是全世界第二有钱而第二的首富 跟Bill Gates比尔盖茨是几乎是同等的 比尔盖茨他真的是有一个金头脑 是 那第一名首富还是谁 第一个还是属于我们的Amazon的Jeff Bezos 他也是目前全世界的首富 那他挤掉了谁啊 他挤掉了Facebook的总裁Mark Zuckerberg 所以其实从这些这个首富的排序来看 我们真的看到这个我们的产业也在转型当中 对我相信就像威刚刚讲的就是整个对车子industry 大家对环保对Electric Vehicle这个东西 大家越来越感兴趣 所以我们会看到这个我们注目以待来看 这个整个industry未来会怎么样成长 对所以刚刚我们知道这个像首富第二名 Bill Gates Whatever我们觉得这个Tesla的owner他真的是有金头脑 是的因为这样我们也可以看到说 实际上整个趋势在改变 整个industry大家就变得是比较focus在Electric Vehicle 因为对环保对整个东西 整个环境是有一个正面的影响 所以我们真的未来在期待看这个industry怎么样发展 那接下来说到就是我们周边生活 常常看到的买卖房子啦 那我们知道这个买卖房子在最近疫情这个时代 其实非常非常的夯 因为很多人都要买房卖房 对所以现在大家可以讲说是一个sellers market 就是说现在很多房子放上去市场一下就被卖掉 对据统计大概市价大概在我们南加州区 两三百万的房子呢其实在30天之内就可以卖掉了 而且统计还发现买卖房子的这个年龄层下降了 那魏你觉得是为什么会这样呢 第一利率好嘛 是 那第二很多年轻人觉得 哎呀我买个房可能还不如我付房租啦 我租个房可能还比较贵 不如我爸妈帮我点忙给头款 然后我就买个房吧 对所以如果你们真的有兴趣想要买房子的话 请把我们文件都准备好 找一个对的mortgage originator 一个好贷款公司来帮我们做账的处理 而且你记得吗 我们也常常跟民众还有观众分享 因为疫情的关系大家在家上班 所以大家其实对于这个房子的改变需求 就越往郊区走房子大一点 然后家里可以有办公室 是等等都造就了房市现在的热门 所以大家趁这个时候好好把握机会 那第三个话题我们要聊的就是有一点点让人家觉得 有点不知道怎么办 因为我们知道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很多餐厅还是就禁止大家去餐厅用餐 甚至在户外食堂也不要开了 对我们知道在加州至少在洛杉矶这边 本周三开始就不能在餐厅里面吃饭 餐厅外面也不可以再吃饭了 其实就是要劝导大家还是减少群聚 因为医生研究发现很多这个COVID-19确诊的原因 就是每一次party或是聚餐过后 大家共分享食物之后就增加了确诊的几率 那其实我们也知道之前很多餐厅业者也很为难 因为我们知道报导显示说 每一个餐厅业者的背后就是一个家庭 是的 所以政府必须在平衡这个疫情数字跟平衡经济发展 还有照顾家庭当中要取得一个平衡点 那今天这就是我们为您带来的三个话题 希望呢有在对你的生活周遭可以引起你一些共鸣 不管是不是咻咻咻的Tesla 还是这个卖房卖房 或者是我们也要常常提醒我们自己 我们很幸运我们还有工作 还有饭吃 那我们也多一些暖心的举动 去帮助我们周遭的朋友 是的 谢谢大家今天的收看 也继续follow我们的 然后我们的channel 然后我们继续点阅我们的节目 我们下周再会 拜拜 拜拜 拜拜